颱風凱米增強為牆臺 二十四號晚間暴風圈籠罩 臺灣花蓮首當勤衝出現強烈雨勢 東大門夜市更為嚴重 不但沒有任何攤商營業 滿地都是強風 吹落的塑膠紙片 現場一片混亂 夜市地板嚴重積水 攤商搭蓋的鐵皮屋 屋頂整片被吹著東倒西外 卡在鐵架動彈不得 東大門夜市預防災害性降雨 二十三號晚間就臨時停業 要讓攤商做防臺準備 卻遺漲這幾年最強颱風 讓攤商都很有感 冒著風雨巡視彈尾 烤玉米排隊名店更拍下瞬間畫面 出三臺敵不過強風瞬間倒塌 幸好沒有人員傷亡 就發現說有些攤子整個攤車 整個被吹到路上去了 整個攤位都被吹走了 就空空的這樣子 而且那個路燈都停電了 不太好 好不容易東大門夜市 從地震後又有遊客聚集 這回遇上颱風身材工具又被吹落 損失慘重 華日新聞張義軍 華聯報道 拍攔 感谢观看